强壮却凶悍的雄狮三兄弟来到了一片陌生的领地,他们的目的如出一辙,那就是和这里的母士交配,建立自己的王朝,为了能够尽快立足,他们一上来就展示了自己的强挡。 一头成年水,就这样被轻松发了,几乎没有太多挣扎,而对于那些较小的猎物,雄狮三兄弟根本看不上,因为另一种气味正吸引着他们,也是此情的主要目的,那便是母士的味道。 而这个母士家族,也已经提前察觉到了危机,狮群的幼崽一旦被发现,后果不堪设想,三姐妹并排走在最前面,而领头的便是一只叫泽贝的母狮,她很清楚,一旦被三兄弟追上,他们会行使自己的交配权利。 母狮在养育幼崽的时候,是不会进入发情期的,面对强悍的追兵,他们能做的只有逃离。 然而在拖架带口的情况下,前击的速度太过缓慢,总有力不能及的威胁,则贝突然愣在原地,她的噩梦出现了。 三兄弟之中,最凶悍的暴君,直接挡在了石群逃离的方向,这也意味着,她的兄弟们一定就在附近,到达这里也是早晚的事情。 这样一个定式炸弹,对狮群中的幼崽来说,无疑是毁灭性的,则贝很清楚熊狮的实力,她可以瞬间杀掉这些幼崽,以此来促进母狮记录发情期,从而再次繁衍自己的后代。 而这些幼崽,似乎看不到死神,居然主动朝熊狮靠近。 这样无知的行为,不仅是在挑战熊狮的底线,同时也将整个家族的安危,推上了风口浪尖。 沉默许久的责备,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威胁,虽然她的体型和力量无法和熊士抗衡,但作为一位母亲,此刻的责备根本无暇顾忌。 她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,可这些幼崽却偏偏不争气,若不是母亲的保护,他们恐怕早已得私成了碎片。 而熊士之所以一再忍让,除了狩猎水牛,消耗了一些体力之外,她从未忘记自己的目的,那便是征服这里的母狮。 只要熊士不离开,当到三兄弟极其的时刻,真正的噩梦就要到来。 此时的狮群陷渡一片恐慌,则被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,要么自我牺牲,要么看着幼崽被杀,要想打破这样的局面,眼下只有一个办法。 则被女王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,她和一个妹妹选择牺牲自己,开始走向危险的新哑目者。 这意味着,他们和自己的狮群将永远不会再见面了,还有一个妹妹会把这些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,这也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告别。 则被和她的妹妹,为了拯救家人和幼崽,从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,他们将永远离开彼此的生活了。 幸运的是,他们现在都是安全的,只不过一个家庭被一分为二,他们此后的生活将更加艰难。 则被带领雄狮一路向北,不仅远离了幼崽离开的方向,而且这里水源充足,置个充满生机的沃土,同时也是建立新王朝的理想之地。 现在,双方只差一个合适的时机,女王想要建立自己的权威,就必须展示自己的实力,才能有立足之地。 她和妹妹齐心协力,朝着猎物冲了过去。 面对两头母狮的围捕,游猪是逃不掉的。 新灵图有着梦寐以求的一切,但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的。 面对这些成群结队的猎狗,母狮根本无法抗衡,他们轻易地抢走了食物。 这个时候,熊狮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,为自己的女王提供一个安全的养家糊口之地,使熊狮能够配得上他们的基本保障。 这也是责备一直在等待的时机。 只有最强壮的熊狮,才有资格成为他们幼崽的夫妻和未来的国王猎狗的出现,则是对熊狮的一次重要考验。 这头熊狮首当其冲,将猎狗按在地上一顿暴打,侵略者被赶走了。 泽备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团结和力量,是时候做出决定,顶鉴理心的王朝了。 泽备已经做好了再次繁衍的准备,他选择了那头暴打猎狗的熊狮。 不久后,泽备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,和他在同一期间怀孕的还有他的妹妹,即将到来的新成员,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开始了。 虽然现在有国王的保护,但姐妹亚必须为孩子猎食,可如今的他们,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敏捷,长距离追捕猎物。 是不可能成功的,守猪呆兔是最好的办法。 泽备和妹妹用尽了全力,可结果却失败了。 但这也预示着,他们分娩的时间快到了,然而命运总是俘获相依。 为了让幼崽有更好的生存环境,姐妹俩必须告别彼此,各自寻找生产的地方,他们虽血脉相连。 但每一头母狮,都必须独自面对分娩,则被女王很久没有落单了。 她需要尽快远离这个残酷的世界,寻找安全的庇护所。 终于,在几公里外的地方,她找到的孕与新王朝的完美地点。 不久后,大批兽群迁徙之词,与此同时,泽备也产下了幼崽。 一个新狮群已然诞生,同时也是新王朝的开始,他们肩负的担子更重了。 这也得益于熊市的奉献,然而这样的状态能维持多久呢? 幼崽们已经六周大了,他们逐渐开始叛逆。 好在泽备有着经验和耐心,但他们的新手父亲,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。 他只想躲起来秃个清静。 而幼崽们日益增长的胃口,让泽备不得不出门狩猎,才能分泌更多的奶水。 不过在离开前,他留下了附近照看珍贵的幼崽,独自外出的泽备,很快便发现了猎物,是一群领养。 看来独自捕获猎物,是很难成功的。 可当泽备返回巢穴时,他最不担心的就是食物,幼崽们的附近不见了。 泽备的孩子们也毫无踪影,而且在巢穴的洞口,居然出现了一头陌生的熊气。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?泽备开始忐忑不安,当他靠近时才发现,原来是幼崽们的叔叔。 但他同样危险,此时的泽备已经快失去理智,而就在这一时,孩子的父亲终于出现了。 被与兄弟的入侵,熊狮感到极其愤怒,想要取代自己的位置,是绝对不允许的。 在赶走威胁的扰乱者后,草丛中传来的声音,三只幼崽全部安然无恙。 泽备悬着的心,终于可以放下来了。 但作为孩子们的夫妻,怎么可以擅自离开? 对于这样不靠谱的雄狮,泽备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他要离开这个粗心的国王,去找这个世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名,那便是他的妹妹。 自则被离开原生失去以来,好不容易历经的艰难贤阻,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。 可却因一个不靠谱的夫妻,他只能独自带着幼崽艰难前行。 如果不能顺利找到妹妹,他也很难养活这些幼崽,而旅程也是很危险的。 到处都是体情庞大的拘兽,他们必须万分小轻,甚至必要的时候选择绕道而行。 可经过一天的寻找,泽备没有收到任何回应,他开始担心起来,他的妹妹是否还在。 但在没有确切的消息之前,泽备并没有轻易放弃,他代理的幼崽来到了满是鳄鱼的沼泽地。 这段极其凶险的路程,或许母师还能承受,而这些幼崽却早已疲惫不堪,可为了跟上母亲的步伐,他们的小短腿也只能继续人通前行。 好在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,泽备在一声声的呼唤中,终于收到了熟悉的回应,是他的妹妹。 他们的团聚是来之不易的,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,和妹妹一起被找到的,还有他的幼崽。 两姐妹的重讽,让这个家庭再次充满希望,并且更加强大,即使分离了很久,他们刻在骨子里的配合,却从未忘记或改变。 而这是不远处出现的游珠,便将是见证的开始。 小小游珠轻松拿捏,结果也再次证明,两姐妹的团聚是正确的,然而意外却总是接踵而至。 突然,一头陌生的雄狮闯入了这里,泽备的心,因恐惧而砰砰直跳。 这头强壮的雄狮,可能会杀掉他的幼崽,或者再次逼他放弃家人,才刚刚团聚的家庭,却再次遭遇可怕的危机。 但这次泽备不会再忍仗,雄狮敢伤害他的孩子,除非从他的尸体上踏过去。 但当雄狮走近后,泽备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幼崽们的父亲,那头不太靠谱的雄狮。 但是,他让妹妹留下来照顾孩子。 雄狮看起来更冷静了,更成熟了,也更有王者风范了。 士群里也确实需要一位雄性保护,责备决定让他留下。 但是,他可没时间整日谈情说爱,他要建立新的王国,让自己的血脉得以延续。 这也是姐妹俩共同的目标和责任。